番薯又称之为地瓜 是一种常见的、受欢迎的食材 它可以蒸、煮、烤、炒、甚至制成甜品 有些朋友有疑问 为何部分人吃番薯 热食、热瘦 有些人叫热食、热肥 另外,烤番薯究竟会不会致癌呢? 血糖膏可不可以吃番薯呢? 急发中牙的番薯可不可以吃呢? 大家好,我是志医生 这期的影片我们来讲讲番薯 番薯又叫做红薯、金薯、地瓜 其实番薯的品种很多 终于认为番薯未甘、圣平、龟属、彼神经 有保中和谐、益气、伸尊、宽肠胃 以及通便秘的作用 可以用以缓解一些彼虚、水肿、便舌 或者用瘡肠肿、大便便秘的情况 更有些朋友问 志医生 为何经常吃番薯 不但没有瘦 反而内肥呢? 番薯之所以被称之为减肥食物 就是因为企的脂肪含量很少 它不饱和脂肪酥的含量很丰富 经常吃番薯可以促进肠胃、鱼动 增加消化能力 还可以阻止脂肪和蛋固醇在肠内吸收 而且还可以分解体内的蛋固醇 促进脂肪的新层代謝 可以有效地以防人体营养个性、抵抗肥本症的发生 从而达到减肥的目的 虽然番薯的脂肪少 但食的时机和方式不适合 反而使人增肥 比如有些人想用番薯来减肥 但他经常用的是番薯的制品 或是烤番薯 例如吃番薯缸、番薯片 或是杂番薯、烤番薯 这些经过特时、烹饪或加工的食品 加工的番薯制品 它的味道香甜、口感、酥脆 但也增加了很多糖分和其他调味品 过多食用就使我们容易变肥了 如果真的想通过番薯来瘦心 建议最好吃蒸煮后的番薯 没有加工的番薯 不但能利用原来的原来的原养价值 也不会增加太多热量 另外也可将番薯给米粥煮 也是很高的选择 说到烤番薯 如果有些些朋友问 自己身呀 有些人说烤番薯会有致癌物 那经常食用是否容易生癌呢? 究竟是不是 其实这是由于番薯的考制过程中 蛋白质和蚊牙糖就会发生这种美拉得反应 美拉得反应除了增加番薯的香味和色泽的同时 都会产生一个不太健康的东西 叫做变弃鲜鲜鲜 很多人都听说过 巧番薯会致癌 其实只要是担心高温攀饪时产生的变弃鲜鲜鲜物质 好似巧番薯时一般的温度是挺高的 比如微波炉考大概160-180摄氏度 电考可以达到225-240摄氏度 碳波考的温度甚至可以标到350摄氏度 当温度超过120摄氏度时 再碰到这些附有淀粉的食物 就容易形成变弃鲜鲜鲜 它是一种被认为可能痣癌的物质 不过大家都不要被痣癌两个字吓到 秉弃鲜鲜鲜鲜是2A类痣癌物 即是说它对动物的痣癌性是有明确的证据 但对于人类目前只可能痣癌 也不是说一吃就会中招 好像猪肉牛肉羊肉这些红肉 也被列为2A类痣癌物质 我们也不是照样食 所以不用太焦虑 关键是不要长期大量吃 招糊的部分 另外有研究滋满检测市面上的烤番薯 他发现烤番薯的外皮含有少量的兵器鲜鲜鲜 但番薯肉里几乎没有检测任何兵器鲜鲜鲜鲜鲜 不过自身提醒大家 街头的煤炭烤番薯可能要少食 因为有研究发现 他们的番薯皮甚至是靠近表皮的果肉 可能会被煤炭燃烧产生的重金属污染 比如烟、贡、鲜这些尤其是皮是最严重的 所以我们要吃烤番薯就要选择品质好的店 或者自己做 吃起来更加安心 有点朋友问 自己先生 番薯理论上是可以调节血糖的 究竟番薯吃了是升血糖还是降血糖 首先番薯是前谷雷食物 即是我们的粗粮 它含有丰富的腺食纤维 腺食纤维可以延款番薯当中糖的吸收 使糖尿病的朋友可以减少血糖的波动 同时番薯当中的腺食纤维 又可以帮助延款食物中的胆固上的吸收 对糖尿病的朋友的血脂控制 都有一定的改善作用 另外多研究表明二型糖尿病的朋友 在服用番薯提取物之后 移倒素的敏感性都得到改善 可以有助于血糖保持稳定 但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 研究所使用的番薯提取物和番薯整体有些差别 另外番薯的血糖生成指数是54 血糖深成负荷是13.3 是属于中等血糖负荷食物 之前说过番薯的附含这个腺食纤维 可以促进我们胃肠移动和防止便秘 糖尿病患者是可以适量地吃番薯 但是如果番薯吃得不硬 反而会增加血糖上升的风险 例如刚刚煮熟的热番薯的血糖生成指数是76.7 是高于70 是属于高升糖指数的一个食物 而放冻了之后的番薯的血糖生成指数是54 所以糖尿病的朋友 尽量是选择温度低的番薯 升血糖会慢一点 另外 高温烤番薯的血糖生成指数 可以达到94 接近葡萄糖 这就是由于烤番薯的过程中 部分的借糖 剪化为升血糖那么快的麦芽糖 近日你朋友问 自己先生 发芽的番薯 究竟可不可以吃呢? 我回答是 部分可以吃 但是不建议 如果番薯只是单纯发芽 它没有发煤 在这个过程中 可以吃已经单纯发芽的番薯 因为番薯的发芽过程中 它不像马铃薯 即是土豆 发芽之后 它会产生有害的物质 隆隙素 那番薯发芽 没有这个有害物质产生 所以单纯只是发芽的番薯 可以吃 但是 部分番薯 几个发芽 是易说着 番薯的储存条件比较潮湿 所以发生煤变的风险 就会增高 其实大多数番薯发芽 一般来说 都在半薯着一个重要的煤变过程 当我们发现 番薯发芽 同时都看到番薯中有黑斑 煤变 这个时候的发芽 而且有煤变的番薯 是不可以吃的 因为 这种番薯吃了 很容易 导致这个煤菌 就是我们体内 会影响胃腸道 加重肝脏 审臟的 代謝負担 同时 都会对身体健康引起一系列的危害 所以 自己身 一般是建议身边的朋友 如果番薯发芽 就刚才不好吃了 因为很多时候你都不知道这个番薯有没有发芽 是吧 有没有有看草的可能 有些朋友问 浙医生 为什么 吃番薯肝会不舒服呢 番薯本身是属于负行 碳水化合物粗纤维的东西 经过加工之后 番薯肝里的水分 会明显下降 但是 碳水化合物粗纤维不会减少 如果我们只吃少量的番薯肝 番薯肝不会加重胃长度负担 它一般都不会影响我们胃不舒服 但是如果我们一次吃大量的番薯肝 由于番薯肝的碳水化合物的含量高 可能会刺激这个胃分泌较多的肥酸 造成这个粘膜损伤 从而出现明显的胃部不舒服 同时 番薯肝里面的粗纤维比较硬 而且又不容易消化 这个时候 口肝的牙齿 咬得又不充分 可能会导致胃的炎毛负担都比较重 所以一定要避免一次性大量地吃番薯肝 以免引起这里胃不舒服 如果是本身有胃长疾病的人吃番薯肝 更加容易导致这个胃不舒服 另外 有些地方 时兴直接吃新番薯 认为这样可以吸收其中的营养 潤肠通便效果比较好 但事实上 番薯的淀粉很难消化 会加重迷藏苦丹 对于消化能力较弱的老人 小孩子 以及一些有消化度炎症的人 甚至会引起便秘 番薯中还有一种类似氧化煤的物质 生食会导致腹脏 腹蝕甚至呕吐 同时 有些鼠类含有有毒的物质被木鼠 生食会导致中毒 为了最大限度保留番薯的营养水平 建议都是选择 精煮法来精煮食番薯 另外 由于番薯的淀粉和糖分在空腹的时候 可能会刺激胃酸 大量分泌 尤其是胃酸过多 或者胃部敏感的朋友 可能会引发起反酸 烧心的症状 但如果平时没有胃病 没有反酸的问题 空腹适量食 一般都不会饮气不舒服 还会提供能量和报复感 多谢大家